朋友们 乌克兰战局 乌克兰战局的这个信息非常非常的多 我跟朋友们把信息的新闻主要挪了一下 乌克兰今天下午发布了国家警戒状态 国家警戒状态全民持枪 全民持枪 乌克兰这个用这个托拉机封锁机场 封锁街道 封锁重要地点 然后这个乌克兰 我看 乌克兰成立了战时作战部 战时行动部 战时行动部 乌克兰今天受到了三次全网攻击 就是暂且准备 暂且准备 不能让你的这个网络正常运行 安理会 安理会继续开会 安理会继续开会 俄军封锁了乌克兰 乌克兰的这个航空 俄罗斯封锁了乌克兰的航空 但是土耳其的飞机进去了两架 估计是运送弹药 俄军封锁了乌克兰的海域 就是乌克兰被三面包围 三面封锁 布林肯进去讲话 布林肯美国今天下午的信息是在 四十八小时内爆发战争 后来是在二十多个小时战争爆发 最近的信息是在今天晚上以前 也就是十六点钟以前战争爆发 刚刚布林肯在这个电视讲话 记者追问他什么时间爆发战争 是不是理解爆发战争 不能给所有理解爆发战争 但是那还是留个余地 还是有不确定性 乌克兰的爵士现在是非常非常的紧张 我看还是什么重要的这个重要的信息 重要的信息现在是很多啊很多啊 每分钟每分钟都有 现在是现在乌克兰是全民决兵 全民持枪 实行国家紧急状态 对乌克兰国家的重要地点 重要地段全面封锁 全面封锁 都是要检查的 全面军管 就是阻止七月子进攻乌克兰 但是他们两个人说的是 我说乌克兰是七月子 全世界都说的是 那大家来评价 大家来认识哈 谁是七月子 第一原政治就是这样改变的 现在乌克兰只能是顺手就擒 基本上乌克兰被俄罗斯 直接拿下的可能性是很大很大的 俄罗斯的重炮几百架飞机 几千辆坦克都摆在乌克兰旁边了 那么也就是说 乌克兰的国家检业状态 能抵挡 俄罗斯的坦克吗 能抵挡俄罗斯的盗弹吗 能抵挡俄罗斯的轰炸吗 能抵挡俄罗斯的海上进攻吗 在这个时候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 他说 他是今天下午说的这个话 他说 俄罗斯愿意牺牲多少人 如果攻击乌克兰 俄罗斯会有五百万难民 这些都下不了俄罗斯 也下不了共产党 既然俄罗斯确定了发动战争 根本就不在乎死多少人 根本就不在乎 不在乎什么呢 不在乎你制不制裁 你这跟那个战争是没有关系的 既然他要考虑后果 他就不会打仗了 就不会发动战争了 俄罗斯打这一仗 虽然现在还到此为止 到现在为止 俄罗斯进攻 把这个战争的 战争的这个 板击好 扣在那个手指上 那么这种情况 俄罗斯取得了全面的成功 为什么呢 俄罗斯 调动了全世界的神经 调动了全世界的军队 调动了全世界的目光 也调动了 他需要调动的油价 进一步上涨 因为俄罗斯是水油出口大口 油价在进一步上涨 俄罗斯打仗是有钱的 俄罗斯 美国和这个欧盟 说切断 切断 2号北七 数位管线 这是个欺骗 北七税油管线的认证 本身税油管线 没有通 没有税油 也没有通气 只是在认证 这个你切断 他制裁他没有意义 这个是这个欺骗 北七向这个欧洲 输送的 一号管线 是照常运行 因为这里两个问题 一个是俄罗斯在欧洲的这个气涨油涨的情况下 钱是远远不断的流向俄罗斯 打仗是有的是钱 那么如果说我是切断 也就是没有钱 也就是这个欧洲那边的话 这个已经现在冬天 虽然是春天现在冰天雪地 现在出了大问题 我说战争爆发的时候 随时可能切断一号线 一号数位管线 就是一号北七管线 二七北七号管线 那个是在认证过程 根本就不是不是这个你资不知彩 有那个没关系 那是个那个是个欺骗 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 获得了中国共产党的权力支持 获得了中国人的权力支持 中国人的钱就是俄罗斯的钱 中国人的人就是俄罗斯的人 所以俄罗斯的底气涉足 他看准了西方 西方不可能跟俄罗斯打仗 所以俄罗斯直接就拿下乌克兰以后 直接拿下波兰也没有什么问题 拿下波兰仅仅是双方倒战 打几块倒战就完了 毕竟乌克兰在俄罗斯旁边 是招架不住俄罗斯的攻击 那么立陶宛 拉脱维亚这些都跑不掉的 然后可能就直接向欧洲进攻 导致这场战争会演变成全球战争 那么中国呢 中国为了配合俄罗斯 配合俄罗斯这些在台湾海峡 看他是拿下金门还是马祖 还是直接打台湾 那直接打台湾 这个大战就很快就结束了 如果打灯 拿下金门和马祖 那这个战争还要继续 因为战争没有结束 现在中国和俄罗斯 重新划分第一约政治的实际 是非常的好 因为美国和欧盟也不打仗 也不想打仗 仅仅是制裁也好 围堵也好 这些都是恐怖 都是假的 为什么说是假的呢 你那个时候形势 你跟人家的设计 你也没有关系 你围堵你的人家 是干他的 占领他的事情 比如 共产党你围堵这么多年 共产党在南海建立军事基地 他是建立军事基地 共产党拿下香港就拿下香港了 所以要打台湾就要打台湾了 能够把美国的军队调过来调过去 那共产党还是有能力 那么现在俄罗斯 现在看俄罗斯 俄罗斯最后要跟中国共产党一组高下 因为这个世界老大世界老二 不可能让中国人 俄罗斯才是中国人的老大 你要搞清楚 不管你共产党怎么样 怎么样到 你只能在俄罗斯的脚下 你超出这个界限 你就结束了 你说中国这个土地就结束了 一百年以后再说 美国不会轻易这样做 除非是你把美军的海军距离都摧毁了 把美军的十万军队都打得差不多了 那可能美国到时候也都打红了 不存在制高点了 不存在道德理念了 战争达到一定程度 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道不道德 战争和爱情可以都用任何手段 都有它的正确性 战争和爱情 现在是战争 现在不是爱情了 现在说战争 战争可以采取任何行动 打赢这场战争 就不在乎杀人了 比如说乌克兰如果抵抗的比较 比较激烈的话 那么俄罗斯可能就 直接动用盗弹 直接动用黑武器 直接动用化学武器 那乌克兰就再次被灭绝了 灭绝了又怎么样呢 不怎么样 现在是这个世界没有国际程序 也没有世界警察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看谁的缺头到 谁就是老大 当然美国缺头到 美国是没有这个气派 美国没有这个气派 就让俄罗斯和中国去争老大 那么就看俄罗斯饶不饶恕中国 中国的命运不掌握在其他地方 也不掌握在中国的手里 掌握在俄罗斯人的手里 现在现在信息是非常分的多 我再再解决一下我这个我这个提纲 今天这个这个节目的提纲是 乌克兰的战局 今天上午说的是48小时内发动战争 俄罗斯 现在说的是马上发动战争 马上到马上到什么时候不知道 但是随时都可能总攻 俄罗斯是肯定会要把乌克兰的武装解除 也就是乌克兰就不承证了 成了一个傀儡政权 要死多少人 这个战争打响以后 不承证死不死人了 像美国怕杀人 怕杀人你就输了 现在还不是你跟朝鲜 哦 杀人多就不打了 越南死人多了就不打了 这次战争就是要死人 你怕死人你就结束了 这次战争就是打人的战争 人打死的死的越多越好 本身的世界上的整个政治理念 就有过用战争消灭人口 所以这个战争一旦打起来 就是消灭人 就是消灭人口 不存在死的人多人少 美国还要想过去那样 那你美军又等着舍手就请吧 那我那时候打红了 杀美军是不在野的 共产党杀美军是绝对不在野的 那共产党杀人的 杀人的手段是杀人的兴奋了 这就是杀人中国人的兴奋了 我以前讲朱世民 我讲过中国人在 杀人犯的结尾里边 我问过他们 杀人是什么感觉 然后血喷出来就兴奋 这就是中国人 现在战争就是这样 战争打红了眼以后 杀人杀得越多越好 这就是下代战争 下代战争引爆到黑战 引爆到病毒战 那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看我这还有一些什么新的信息 再解决一下 这个视频就结束 今天晚上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再做一个视频 乌克兰 刚才我说了 乌克兰成立了这个战时行动部 就是专门在战时指挥 指挥部 乌克兰的紧急状态就是 乌克兰人全民皆兵 人人 人人持枪 18岁到60岁的男人 全部征召成为军人 乌克兰的所有重要街道 所有重要设施 全部警戒 全部围堵 刚才我说了 乌克兰把他们的这个 农用大型机械 建筑机械 全部去封堵机场 封堵这个重要路段 能不能够阻止 阻止俄罗斯的坦克 那现在不知道 看西方跟 跟这个乌克兰提供的 反坦克 反坦克弹怎么样 那就看他的身手了 刚才乌克兰受到 俄罗斯的全文封杀 网上基本上是停止的 这是战争到来的标志 现在战争 任何一个国家 首先是 网络战 将来台湾海峡也是一样 台湾海峡我说的就是 如果说美国和台湾 日本一旦开战 前十分钟就确定了战争的胜术 前十分钟 刚才我说了 安理会 昨天开会 今天上午开会 今天下午开会 安理会是一点用处都没有 安理会 俄罗斯是责任主席 那联合国更没有用处 联合国就是中国 他不要听他的 他开他的会 关键是看美国 美国脚本的总统 他身体不好 他睡大觉 休息 休息好了就好了 刚才我讲了 俄罗斯已经封出了 这个乌克兰的空域 已经封出了 乌克兰的这个海域 三面包围了乌克兰 基本上乌克兰是 孙子就情 俄罗斯是 一定要解除 乌克兰的武装 要治愈 要杀多数人 俄罗斯现在的口气 跟共产人是一样的 把乌克兰全部灭掉 也是他的目的 全部灭掉 他的心头置换就没有了 他不在乎他怎么样 西方想到谈判 想到制裁 那里走错了路 布林肯刚才说了 记者问他 是不是马上发动战争 马上爆发战争 布林肯说是 这个事啊 可能也许是 就在这一分钟 或者下一分钟 这个战争的事情 不是说谁把它说得很准确 但是在普京的调动 看普京怎么样调动全世界 那中国呢 中国你把中国人民解放军派过去尝试一下 会的 你中国的这个粮食 中国的这个美女 中国的这个 这个美元 是远远不断的向俄罗斯运送 为什么呢 俄罗斯人喜欢美女 他们的战争都辛苦了 中国人一定会把中国美女送到 送到这个俄罗斯的军营去 我这个节目标题叫乌克兰战争局势 战争业主解法 我们到这里为止吧 希望朋友们订阅我的频道 投资我的美术事业 谢谢 so much 如果有时间 待会儿我再做一个视频 Goodbye Goodbye